EB5新政实施已经一年多 目前移民局的审理效率如何 2022年3月15日发布的 EB5改革与诚信法案中 明确要求美国移民局 要及时处理收到的申请 并一一例举了不同类别的申请 移民局需要在多少天之内审结 那新法案实施一年多以来 我们看到美国移民局 正在慢慢兑现法案的要求 新法案之后递交的i526E申请 已经有多位投资人获批 投资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其中也包括我们中国的投资人 获批的项目 来自签证预留中的农村项目 和城市高失业率项目 已经获批的这些投资人 集中在2022年8月到9月之间递件 也就是说 i526E申请的审理时间 基本上都在一年之内 预计他们可以在一年半左右 就拿到临时绿卡 那相比较于老法案下 两到三年的i526E申请时间 这次移民局的审理效率 提升了一倍 进行双递交的申请人 大概多久可以拿到公卡和回美证 进行双递交的申请人 基本上也都可以在三到六个月 就拿到公卡和回美证 贝林呢 有一位投资人仅仅用了110天 就获得了公卡和回美证的双货批 这个审批效率也是在老法案下 我们不敢奢望的 老法案下的1比5审理效率 是否也有所提升 7月份的时候呢 美国移民局曾经发布公告称 将优化1比5的审批程序 改进1比5申请中 i526的审理流程 提高效率 新的审理方法 将依据移民签证名额的可用性 安排优先审理顺序 该方法适用于2022年 1比5改革与诚信法案 生效之前递交的i526申请 也就是老法案下的申请 优先为移民签证排期已到 或即将排到的申请人 安排审理 贝林最近也有一位 老法案下的申请人 仅仅用了六个月的时间 就获得了i829的核准 拿到了永久绿卡 这也是最近几年 业内看到的最快的审批速度